导读,批评你的人,都是关注你的人,如果一听到有人说坏话,就急着替自己辩解,那你什么事都做不成,敢批评你的人才是你的贵人。 一,一般人被批评时,心里会不痛快。 二,当一个人去批评另一个人时,也知道对方心里会不痛快。 三,如果是关系一般的人,你批评他就会得罪他,所以犯不上意批评对方而得罪对方。 四,关系很铁的人,如果被批评时还听不懂,也会被得罪。 五,认为对方是关系铁,听得懂的人,才会直接批评对方,所以批评你的人是你生命中的贵人。 年轻的时候心高气傲,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,面对他人的批评常常认为是挑衅,是找茬,是无理许闹,很少安静地审视自己的错误。 回顾一下,从小到大批评自己最多的人是谁,是我们的父母,哪个父母不是望此成龙,在学校批评你最多的是谁,是我们的老师,哪个老师不是希望自己的学生将来有出息。 同样,今天那些批评你的人,也是为你好,觉得你还是个人才,人人都爱听肯定,表扬的话,所以才有忠言你耳利于心的股训,对你负责任的人才会批评你,认为你如此可笑,的人才会批评你。 真心带你的人才会批评你,愿意操心劳力教你带你帮你帮你进步的人才,会批评你,良药苦头,这年头真正听到别人跟你说句心里话,别人真正为你成长与完善来批评你,是很不容易的。 所以,一旦有人批评你,你一定要珍惜,当你拒绝的时候,一次,两次,三次之后,就没人会批评你了。 这就是为什么在最终碰壁的时候,很多人问道,为什么没人早些告诉我,其实当初就有很多我们的亲人,朋友提醒过我们,当时或许自己还暗想,费什么话啊,这么简单的道理,好像谁不知道是的,关注CEO领导力学习更多职场管理技巧,当时或许自己已经把自己封闭起来了,还不知道什么才叫作业狼自大。 批评应该有以下意思,一是批判,判断,评价,是指出优点和缺点,评议考换,二是专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,面对批评,我们应该高兴才对。 但为什么有人一遇批评,就有抵触情绪呢?批评你的人,都是关注你的人,如果一听到有人说坏话,就急着替自己辩解,那你什么事都做不成。 听到批评,你可以做两件事,一是尽力去做好你应该做的事,用事实证明你是对的,那么别人再怎么说,也无关紧要了。 如果事情确实没做好,就是花十倍的时间和力量为自己辩解,也没有用。 而是去和批评你的人交谈,听取意见,也许你会知道自己错在哪儿。 受到批评用不着气馁,关键是要去证实,这是相信自己,也是信任别人的表现。 受到批评,首先是一种被关爱的表现,说明自己还很有人缘,出了问题,有那么多人关心你。 七次,可许自己少走弯路,较快地走出生活或工作上的阴影,轻松地走向正常的生活,再次,客室做一种待遇,受到的批评越多,自己的事物就会越少,进步就会越快,成长就会迅速。 至此,可以想批评你的人说一句,谢谢,能直言不讳地指出,你缺点的人是你的大贵人,整天在你跟前奉承,时常把你磕上天的人,往往才是真正在看你笑话的人。 千万要有自知之明,不要随之起舞,不则会衰得很惨。 接受批评意见的过程,实际上是人们思想交锋的过程,是世界观,人生观,价值观。 批评的转变过程,是从自我否定走向新的肯定的过程,是我们的思想在洗礼中得到升华的过程,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从错误中汲取教训,从批评中汲取营养,逐步走向成熟,走向成功,言是爱,宗是害。 批评是一种言,因此,批评本身也就是一种爱,而是一种高层次的爱。 批评和意见是一种忠言一耳,真正要做到拉笑脸,去批评一个人。 批评一件事,是对被批评者的信任和寄予期待,也常显出批评者的胸怀坦荡,光明磊落,和真诚在人的优秀品质。 这样的人是我们人生中的良食一肉。 批评是真诚的爱护,批评是宝贵的支持,批评是崇高的奖赏,批评是珍贵的礼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